虽说越南的经济发展的并不是特别的好 不过当地拥有众多的特色 并且许多产品也物美价廉 如果小伙伴们到越南旅游观光 但需要紧记三个问题 问题一 人们在出国游玩的时候 首先需要办理签证 而越南对我国的游客没有实现免签政策 因此在去越南旅游观光之前 要提前办理护照 签证等等相关的手续 另外对于众多的小伙伴来说 选择到越南旅游观光时 需要兑换货币 由于越南的经济发展的并不是特别的好 手机支付在越南还没有落实到位 如果说小伙伴来到一国他乡 没有兑换货币的话 往往寸步难行 问题二 人们选择去越南旅游观光时 千万不要说走就走 国外毕竟不比国内安全 其次国外也拥有众多的不可思议 而人们只有做好详细攻略以后才 能够逐一游玩 并且巧妙地避免 进入到旅游套路中 问题三 对于众多的小伙伴来说 来到越南 要是看到本地的女孩子 频繁地搭讪 此时 我们需要无紧自己的钱袋子 当然也不能够直接跟美女走 毕竟被宰得血淋淋地 到时候无处哭诉 请不吝点赞 订阅